作为香港乐坛的长青树 谭永龄仍然活跃在舞台上 最近呢一个他演唱歌曲的视频 沸腾网络 因为唱的正是和他有素敌之称的 哥哥张国荣的名曲 深情的演唱投入的模样 谭永龄演绎着对故人的不舍 也让一票粉丝浮想联片 喜欢张国荣的歌迷都知道 这首《风》继续吹是哥哥生前 每逢演唱会必唱的钟爱曲目 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1983年一曲《风》继续吹 让出道七年却默默无名的张国荣 一招吹进了大家的心中 自此张国荣的音乐终于有人肯听 有人会听 而1984年的《莫妮卡》 更奠定了哥哥在香港乐坛的地位 让他开始成为各类音乐奖项的常客 然而当时乐坛当中 早就有了一位霸主 谭永龙的爱情合约 得奖哥走开谭永龙 自从1979年推出第一张个人大碟开始 谭永龄以一年一张专辑的速度 在香港乐坛支撑 成为公认的一哥 但是这种一人独大的局面 在张国荣走红之后 很快变成了二人称霸 在1983年到1989年的各大颁奖典礼上 谭永龙和张国荣的成绩可谓旗鼓相当 你入选十大中文金曲 我折贵竞歌金曲 虽然奖项竞争激烈 但二人实际关系还不错 1985年的十大竞歌金曲颁奖典礼上 二人还上演了拥抱道谢的经典一幕 很多人又在传言你跟阿伦是不和 没有 我跟他只不过是在歌唱方面 有像敌人一样 可是在尸体下根本没有什么 很多年之后张国荣成青和谭永龄交恶的说法 那么当年坊间里二人斗的 你死我活的说法究竟就是从何而来呢 不想化妆 因为我大汗 那你装上两只歌就已经溶了 有一次我是睡 游泳池睡了八个钟头 吹嘴 起泼 上粉了 就炒了整个面 那个有个发名叫炒鼻伦 有了当年为了力挺自家的偶像 张国荣和谭永龄的粉丝堪称死敌 互不相让 甚至不惜对对方偶像进行人生攻击 粉丝恶斗的新闻屡屡登上报纸 吹让两位当事员十分的尴尬 大家我和阿伦都是好朋友 不过有时为了欠什么鬼掌 欠什么鬼掌 欠到无端白事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不过那些粉丝的确实 搞到我们有时见到面会尴尬 因为当着你们面 粉丝无知的嘛 在那个年代年轻的那些瘦仔 都不懂得想的 疯狂 被某些传媒搭一下搭一下 他说你不好啊 那他就变成了一些 其实是传媒来讲他的立场 你有一年有一斗是开心的 谭永玲曾经透露 即便是在外界传言 二人关系最紧张的时候 自己依然和张光荣保持着私下的联系 讨论如何化解两派歌迷们的不和 最终1987年的时候 谭永玲用自己的方法给出了答案 是我在乐坛最后的一次 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决定了 我不再参加任何有音乐和歌曲比赛的节目 在谭永玲的建议下 张光荣也在两年之后的1989年宣布退出乐坛 之后歌坛进入四大天王时期 张光荣和谭永玲一度还想过避免历史重演 调和四位后辈的关系 虽然饭局最后因为种种的原因 美组成功 但谭永玲和张光荣的关系 确实越来越近 两人1999年合作演唱一首歌曲 在圈内传媒佳话 一直到2003年张光荣去世前几周 谭永玲还在各个家中做客 对于当时的情形 谭校长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大家平时都喜欢养井里 所以谭永玲当时只是觉得帮朋友的忙 寄养一下而已 完全没有联想到张光荣已经有了别的念想 因为我当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要是他 能告诉身边很多朋友 会比较容易去解决 但哥哥终究还是离开所有人而去了 为了纪念这位对手兼朋友 谭永玲当时特意隔空与张光荣合唱了一首 血缘的正是风继续吹 虽然哥哥是离开了我们 但我想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面 是永远永远记得 人说棋锋对手 哥哥的存在对于谭校长来说 无疑是特别的 在哥哥离去的十三年之后 再次唱响风继续吹 谭永玲的感情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心里也有泪 不如有泪 望着你 我会多事 快乐记得 何如你 一起去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